亲爱的弟兄弟们平安 感谢神 我们可以继续在神赐给我们这本 宝贵的圣经上面一同来研读 今天要和各位介绍的是 四福音的概论 新约的头四卷福音书 向我们很清楚的介绍了耶稣基督 在世上这三十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尤其是最后的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的一些作为 让我们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 同时也从这些作为里面 让我们更清楚的去明白 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 他如何的在世上活出人的一个表率 并且也为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件美事 就是成就了救恩 我们如今可以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 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并且死后三天复活 以复活的大人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这一个复活的事实 也证明了天父对他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怨纳 为此我们如今接受这个救恩 恢复了神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站在这个恩典之中 所以这四卷福音初的了解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今天要和各位先就总体性的 来看这四卷福音书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四卷福音书 当主耶稣完成地上的使命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以后死后三天复活升天之后 当时在教会开始的福音工作 我们从使徒新传里面可以看见 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彼得在耶路撒冷就开始做他的福音工作 以后保罗继续向外邦人做福音的工作 可是当这一些第一代的使徒 逐渐的按着神给他们的使命 跟时间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你就发现到说 这个福音的传承上面 需要有一些更准确的记载了 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除了我们现在的四卷福音书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记载 譬如像多玛福音彼得福音都出来了 甚至于还有一些伪经存在 在这些书卷里面来讲 也传递一些讯息 可是这些讯息里面 有许多是不正确的 为此随着教会发展的需要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神就感动一些仆人 开始将耶稣在世上的作为记载下来 当然不是巨细迷遗的每一部分都去记载 圣灵感动提醒他们去写下来 这些写下来的经卷 成为历世历代的人 准确的认识耶稣 准确的认识救恩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同时我们也知道 从祖后六十年以后 开始大约那个时候 教会开始不断受到各种异端的影响 诺斯底主义的雏形 虽然这个偏差的这一个 这个诺斯底的思想 是在祖后将近两百年才开始的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些影响了 教会里面有些信徒受影响了 不论你是犹太背景的 还是你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犹太教的信仰 是一个外邦人 他们对于准确的福音的认识上面 都开始产生一些动摇 一些变化 有的时候环境也造成另外一个压力 基督徒越来越受到 刚开始的时候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 后来是受到罗马人的逼迫 我们知道在祖后将近一百年的时候 罗马人开始这些皇帝 一个个以自己为神 要求所有的人 把他当神一样敬拜 基督徒开始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处境上极大的挑战 要不要在真理上站稳 要不要在有限的今生上面 活出和神心的生活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这个时候四卷福音书 成为当时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指南 教会按着圣经真理而活 按着信徒按着圣经真理活出那个见证 以至于福音在那个极艰困的时代 仍然能够有效的传扬开来 今天这个福音能够传到世界各地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认识神所启示的真理 全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因着真理的明白往前行而得到的 因此四卷福音书的成书 一方面是由于第一代的基督徒 慢慢离开世界 有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 能够跟随耶稣 传递出正确的讯息呢 当这些老使徒还在的时候 他们是第一手的见证人 他们有所谓的使徒的权威 可是现在他们离开了 那么权威在哪里呢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不是准确的记载的书卷也出现 怎么办呢 圣灵之道 感动作者清楚地记录下来 第二个也面对异端的挑战 有一些人自己创造了一些 神学上的一些说法 自己创造了一些哲学上的思念 来挑战基督的信仰 这时候我们也需要准确地知道 主耶稣自己祂到底怎么说 祂到底怎么样做 祂到底怎么样做 所以四卷福音书是在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 让我们看见 是这样子存在的 因此当你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事情 这个四卷福音书的写作 它是有目的的 它不是只是记载 譬如说耶稣传 耶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一生里面 我们从这四卷福音书的 结构性里面来看 就发现它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譬如说 四卷福音书都用极大的篇幅 描写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有八章记载 几乎三分之一 马可福音有三分之一的经文 是在记载最后一周 路加福音有四分之一的记载 约翰福音更多了 约翰福音几乎有二分之一的篇幅 来记载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 没有哪一个人写一个传记 把他一生的事情 都集中在最后一周里面 你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在圣灵启示之下的一个铺陈 你就知道他有个目的 特别去强调 这位神来做人的人 在他最后一周里面 其实指向他奔向十字架 这是写耶稣的生平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途径 试卷福音书里面 对于耶稣三十岁以前的作为 记载了极少 马太路加 记载了耶稣出生的事情 但是篇幅极短 马可跟约翰根本就没有记载 耶稣从出生以后 到十二岁以前 大概只有记载一件事情 就是他和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以后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的时候 圣经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里面讲说 耶稣怎么样 神与人喜悦的他的心一同增长 就是一句话带过 怎么会写一个人的传记 他一生再次三十三年 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什么记载呢 可见得试卷福音书 不是在写耶稣传 试卷福音书在强调 这位神来做人的这一位 这位耶稣这位神子 他到底来的目的是什么 指向他出来的时候 三十三岁出来 开始执行 神要他宣告那个天国进了 我们应该要悔改了 指向他 指向耶路撒冷的道路 为上十字架而走的这条道路 所以你从这些结构里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试卷福音书是从这些角度来描写 因此当我们读试卷福音书的时候 他不是从一个说 介绍耶稣一生的这个事业 他是指向性的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让我们明白 耶稣不单单是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的一位人物 他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 神为什么要来做人呢 因为祂要来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也要因我们的罪而被定罪的 好像律法使人之罪 我们是要被定罪的 定罪之后有审判 审判之后就要服刑了 可是这样子的刑罚的结果 他承担了 他承担了这个结果 满足了上帝那个公义的属性 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 公义的属性 罪是要付代价的 这个代价由祂的爱子亲自来付 然后呢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 铺平了神人之间的道路 这条道路 从伊甸园开始就被破坏了 以后神在祂主动的救恩里面 他拣选一个民族以色列人 颁布给他们律法 赐给他们一些宗教的一些礼仪 借着这些礼仪 不论是赎罪记 赎罪 赎迁记 凡记 平安记 术记这些 借着这些礼仪 让他们知道 人要怎么样子跟神恢复关系 不过这些礼仪都是预表 按照希伯来说很清楚的介绍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这些预表 都在耶稣的身上怎么样实现了 所以耶稣来做这件事情 完成救恩 完成救恩 恢复了神人之间那个 因为罪而隔绝的关系 恢复了关系 好像罗马书里面讲到说 我们如今 站在这个救恩的恩典里面 全是主耶稣的恩典 诗卷福音书在介绍 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从诗卷福音书所描写的篇幅 上面的分布 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指向这个目标 那么既然是指向这个目标 为什么需要四卷书呢 一卷书把它写清楚就可以了 那就明白 这几四卷书是对不同的人在写 神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是全人类的神 以色列人神眷顾他 全世界的人神也眷顾他 创世纪第十二章 老早就跟以色列人老祖宗亚伯拉罕讲 万国要因你得福 换句话说 这个福分不是仅局限以色列人 因此四卷福音书 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 不同的角度 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或者解决不同人的疑惑 这就叫四卷福音书了 所以他们各有写作的角度 那么其中马太马可路加 其中所记带的很多的事情 可能是相互的 是可以彼此参考的 我们特别可以明白 尤其在马 马可福音可能最早写出来的 马可福音的这些经文里面 百分之九十 九十多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找到 有将近百分之五十多 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找到 那这都重复的什么 不是都重复 因为他们写作的对象不一样 各有他的目的存在 所以四卷福音书给我们看见 神的爱临于世人 不是只是像犹太人所说的 只急于他们自己一个民族 他对于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要 有不同的安排 因此你可以再看见 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布局 然后四卷福音书 描写耶稣的一些作为的时候 你看见耶稣 绝大部分的时间好像描写都在北部 加利利那一带活动 那么也有来到耶路撒人 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清楚明白 耶稣至少有三年的时间 是在这个世上工作的 那么多次来访于耶路撒人 跟加利利之间 但是他绝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加利利 在那一带的时间里面的一些工作 可以明白 那么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这些工作里面 有哪些呢 有一些是耶稣的作为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指神迹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神迹 包括耶稣医治一些人的疾病 感足污鬼 也有一些神迹是神对大自然的一个掌控 你比如说他的平定风和海 基本上他可以在海上行走 那基本上他可以在灯山变化 他的形象来看 他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记载存在 那么这些神迹的记载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要很谨慎的去处理 圣经里面记载神迹 都是一个共通的目的 就是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属神的一些作为 让人对于这个行神迹的这个人的身份 产生了一个尊敬 然后听他所讲的话 好像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其实信道是由听道而来 听道是由神的话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人的话呢 圣经借着这些神迹 凸显他们的位分 九约时候的先知都是这样子 以利亚 以利沙 谁认得他们 他们是谁啊 为什么你出来讲话都要听呢 以色列人国那个时候有先知 有祭司 有君王 你是谁嘛 借着神迹奇事来做 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是一样 这位神来做人的这一位 他卑微到一个地步 降生在马巢里面 从人的眼光来看 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木匠的儿子你要教什么呢 你要讲什么 当时有法利善人 在旷野有像约翰他们这些 昆蓝社团的这些人 这些都受人尊敬的 在宗教领袖里面有沙都干人 有祭司长 有大祭司 有他们的议会 工会 耶稣你是谁 你凭什么出来带领呢 同样的功能发生 借着祂的感悟医病 行使蜀天的权柄 凸显了祂的位分 那凸显祂的位分干什么呢 听祂所讲的话 这一个部分 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清楚 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 如果连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 总会有八个神迹 在这个神迹之后 都有一篇耶稣的讲论 很清楚的表明 耶稣行完神迹之后 就做了一篇讲论 这个讲论是重点 所以当我们读四卷福音书 看到神迹启示的时候 要注明这件事情 要很清楚的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追求神迹 不要忘记 神迹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 人看见了神的作为之后 人要相信神 人要接受神 人的生命要改变 那个才是重要 而不是只是说 看到一些神迹奇事而已 所以第一部分 清楚圣经里面有介绍 这里面有介绍耶稣 很多祂的一些作为 也有很多耶稣讲论的时候 用比喻 这个比喻 我们初步的时候感觉说 比喻好像就是让我们 对一件事情不太容易描解 举个例子 让你更明白 比喻是有这样的一份功能存在 但是主耶稣自己讲 比喻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祂说有耳的 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个比喻就是像当年 以色亚的时代一样 那个时代 以色亚出来讲话 这些老百姓不听啊 为什么不听 他们耳朵发沉 他们基本上来讲 他们心眼被堵住了 他们先不相信神的作为 后面你再讲什么也不听 所以那一个 那个用比喻淫欲式的状态 变成是一个审判一样 你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 你就能够明白 你如果是抵挡拒绝的 你就听不清楚 其实这很重要 这一个比喻的态度 在《喜事录》里面 就用了 有耳可听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就应当听 其实是一句审判性的语言 耳朵本来就应该听的 那有耳可听就应当听 这什么意思 这就表示有的人 有耳可听你就没有听 所以你应当听 比喻在当时有这个意义 借着这一件事情 对真理的说明 某些人听不明白 因为他心里面 有个不幸的恶心在 但是当主耶稣 对主耶稣有一个信服的 有一个接受的 就能够理解有个明白 所以在这一段 耶稣的讲话里面 有很多的比喻性的表达 解释比喻是需要很谨慎 要很小心的 我们在后面 查考这个梅卷书卷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边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当然 除了神迹跟比喻之外 还有很大部分的作为 就是耶稣的一些讲论 这些讲论其实 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告诉他来到事件的时候 告诉人 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去掉人肉身的样子来 他没有罪啊 希伯来书里 他跟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啊 他也经历各样的试探 可是他胜过试探 他活出一个榜样 那个榜样就是 人之所以为人 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 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他作为那个榜样 他带出了新的价值观跟生命观 这些在他的讲论里面 不断的挑战当时的 在以色列人背景的这些环境里面 当时有所谓的律法主义者 请注意我说的是律法主义者 不是说律法 律法是从神来的时候好的 律法的功能是使人知罪 但是律法不能够带领人胜罪 律法也无法使人得谋赦罪 律法的最后结果就是定罪 律法最大的功能 是把人带到救恩前面 好像加勒太主讲 律法是迅蒙的师父 可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里面的 一些宗教人士 包括法利塞人文士也好 或者一些教法师也好 甚至于这些公会里面这些领求人 他们走的是一个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就是说 我好像只要遵守 表面的律法的条文的要求 我就可以得救了 我就可以讨神喜悦了 耶稣在他的讲论里面 多次的挑战 这样子的一些说法 纠正他们的说法 当他们看见对于 安息日的主张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看法 他们对于奉献的态度 他们对于祷告的态度 他们对于论断人的态度 他们对于老书人 对于爱的解释 主耶稣都提出一个新的看见 跟这些当时的宗教领教不一样 这些讲论 不断的纠正人 转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所以你从四卷福音书的这个记载里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作者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开始写下耶稣的这些行仪 给我们看见 这位神来做人的 当祂在上十字架之前 祂活给我们看 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超越当时时代错误的价值观 跟生命观 以后当时候到了 祂就迎向那个十字架 为我们去完成救恩 这是四卷福音书里面 所记载的时候 用不同的角度去描写 但是都在强调这些事情 那我们现在也来看看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 它各有它的特色 譬如说马太福音 我们从马太福音 如果你仔细的读完之后 你就发现 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 一定是对 旧约律法很熟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见 他这里面多次的提到说 经上记者说 经上记者说 如果你不是一个 犹太背景的人 你怎么知道 经上记了什么呢 如果你是当时外邦人 从来不是犹太人背景的人 你怎么知道 旧约的圣经里面讲什么呢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 是那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 他要告诉这些基督徒 基督的信仰跟犹太 的这个信仰之间 有所依循连续 也有所不同 连续的是 神的确借着 以色列这个显明 预备了祂的救恩历史 预备了祂的救恩 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 有一个阶段 是透过犹太人来完成的 我们今天称这个阶段 在旧约的时间 但是当主耶稣来了之后 祂就超越了这个时间 里面的一些 一些目的跟作为 祂进到新约的环境里面去 不单单只是为了选民 祂是为全人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布局 所以你从这些经文里面看 因为他大部分的都在谈到说 这一个经上记得怎么说的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他写作的对象 应该是指犹太背景的基督徒 然后呢 你也看见 这卷书卷一开始 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 也有家谱了 这个家谱一直上溯到亚伯拉罕 你可以看见 在这个家谱里面 他所要表达的 就是耶稣基督 跟他们的老祖宗的关系 这个关系里面 怎么样子神 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预备 那么 在马太福音里面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主张 这个主张就是要纠正 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观 马太福音强调 耶稣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 就是这位来作王的这位 可是这位作王的 跟犹太人所盼望的作王 是不一样的 犹太人盼望 弥赛亚来 弥赛亚来干什么 复兴我们以色列国 我们重新回到大卫年间 那样子的富强 那样子周围的列国 都来朝拜我们 以色列人希望的是这个 只看见他们自己的需要 只看见以色列国的父亲 他看不见神的眼光 是爱世人的 是全人类的 所以马太福音 一方面 告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 耶稣就是你们所期盼的那位 弥赛亚 但是你们对弥赛亚的认知是错的 耶稣用祂的一声来指出 弥赛亚不是像你们所说的 好像是个军事领袖 是个英雄 是个士师一样 带领你们复国 弥赛亚来做的是完整救恩 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 不管是登山宝训也好 还是对门徒的教训也好 或者有关天国的比喻也好 这一些教导里面 都给我们看见 教导这些 属乎神的这些儿女们 怎么样去认识 弥赛亚到底是怎么样 一位弥赛亚 这位救主 是怎么样子的一位救主 所以马太福音 有许多的笔墨在这边找摩 马格尔福音呢 他的对象就不一样 按照初期教会里面 给我们看到 爱人有指出 马可福音很可能是马可写的 马可是谁呢 马可的母亲是玛利亚 他家里面很富有 很可能耶稣最后的晚餐 是在他们家里面 他的表哥叫巴拿巴 这个人晚年后来跟从了彼得 马可福音很可能是彼得过时之后 马可根据彼格所叙述的口述来写的 那写作的对象是谁呢 写作对象就跟马太福音不一样 马可福音写作的是 当时外邦背景的基督徒 外邦背景的基督徒 他有一个目的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写作 外邦的基督徒呢 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 使用了很多亚兰语 这些亚兰语啊 对于外邦人是听不懂的 所以马可要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化 也用了一些拉丁语 一些术语和他们计量的一些单位 要解释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如果 他用了亚兰语 是犹太人所熟悉的 马可福音不需要去解释的吗 什么叫以法大 什么叫什么大力大古米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可福音都把它翻译了 翻译出来之后 让当时读马可福音的这些外邦 基督徒可以去明白 那么读马可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路径要去注意到 就是马可福音写作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主后六十多年以后 罗马的皇帝尼路 是一个很残暴的人 在他做王的这段期间 大量的迫害基督徒 这可以说是基督徒受迫害的初期 初期 尤其是尼路把罗马城烧了以后 把整个的罪过嫁祸给基督徒之后 他的手段就更残暴 外邦的基督徒在那一个处境里面 他们怎么去面对 马可记载 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主耶稣 是为什么样的主耶稣 主耶稣像仆人一样 服侍他那个时代 主耶稣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是遭到抵挡的 很多人信他 因为更多人不信他 挑战他 这很多人就污蔑他 毁谤他 亵渎他 但是主耶稣朝着十字架的目标 往前迈进 马可记载耶稣许多的行动 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是快速行动 很多的记载立刻做什么事情 好像是一个服侍的人 他这个服侍什么 他有一个目标 他一直朝着他的目标迈进 有没有一些抵挡 有没有一些反对 有 可是这些都不影响主耶稣的方向 他继续的前行 马可记载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个 活在世上的这个态度 生活的一个态度 用这个态度 来鼓励那个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也在我们 神所允许的处境里面 朝着神给我们的使命迈进 不要受到一点打压 一点环境上的逼迫 所以马可他要表达的是这个 让人很清楚的看见 这位耶稣基督 他是个君王 可是却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君王 而他服侍的君王的时候 他不断的往前迈进 在谁要往前迈进的道路上 受到逼迫 受到攻击 受到痛苦 但是他往前行 用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 来活在我们当下的世代里面 这是很清楚 是马可所要表达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 在路加福音 路加 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 是对什么呢 是对当时的外邦人所写的 路加就不是 一开始讲提阿非罗大人 这个提阿非罗这个名字 如果按照今天来讲 他希腊话的意思就是 上帝的朋友 或者是上帝所爱的 这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说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 这个我想在神学上面 还有一些讨论 不过重点是 很清楚的是 写给外邦人 写给外邦人 他们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耶稣活在世上 像一个人一样 活在神来做人那一位 可是他活出了他生命里面 所有的榜样 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 在这个写作的过程里面 让我们看见耶稣人性的一面 很清楚 路加福音大概是四卷福音书里面 最清楚的是按照时间的先后跟次序写的 路加在他自己写作的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说 他是参考很多的点集 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做出一个正确的介绍 让他们明白 路加福音的后面的另外一卷书就是 使徒行传啊 也就是说当你明白了 耶稣活在世上 给我们做出了这些榜样以后 怎么样子把这个福音往外传 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有人讲路加福音强调耶稣的人性 他是人子的这一部分 好了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这样子的一个介绍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白 在三卷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 都有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也是人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 是从神那边拆盘来的 耶稣是人子的这一部分 到底是怎么看见 三卷福音书在讲 耶稣以人子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人子在当时来讲就是人啊 就是人的意思啊 那你称你自己是人 没有什么特殊 但是显然耶稣用这两个字的时候 有特别的意义 他引用到了 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 看见那个异象 有一个人子 从天而来的那一个 换句话说 你如果更清楚的去明白 或者说你更了解 耶稣的权柄的时候 你就知道耶稣就是 但以理书里面 所讲那个异象 要来的那一位 所以这个人子 人子好像是酸光鱼一样 对于不明白的人 你就说你是人嘛 但是对于明白的人知道 这位就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 这是很清楚认识 所以你也可以看见 四卷福音 三卷福音书里面 四卷福音书其实都有这样记载啊 当主耶稣行完一个神迹之后 常常告诉那个 那个那个 被神迹医好 或者在那个神迹的作为精灵 那个人说 不要宣扬 你大麻疯了 去给祭司长查看 就可以了 不要宣扬 安安静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于耶稣的认知不一样 本来认为耶稣就是木匠的儿子 你有什么了不起 哎呦 现在你能够神神奇的 不得了了 好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 喂饱了五千人 他们觉得 勇奈在耶稣做王了 他们对耶稣的认知不正确 他们认为耶稣这位弥赛亚来 就是解决我的问题 却没有看见 神对于全人类救恩的计划 所以耶稣要他们这些 经过神奇的人 安静安静安静 不要去宣扬 我们少数看见几次 耶稣允许人去告诉 神在祂身上所做的 都是在非巴勒斯坦地里面 在外邦人的地方 而容许他们去做 去宣告主的名字 格拉森的地方 但是在 整个的应许之地 都是安静 这就看见 耶稣的确是神子 但是祂那个人子的身份 在当时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不一定是清楚的 但是耶稣已经宣告 我就是人子的那一位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讯息 让我们能够去明白 当然在最后我要讲到的是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跟前面的三卷福音书 所记载的内容跟方向上 显然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今天在圣经的 这一个研读上面 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 称为叫做福类福音 或者是对观福音 也就是说这三卷福音书 可以摆在一起来看 黄锡木教授 曾经出了四福音和参 那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 在那参考书里面你可以看得见 它里面很清楚的把 三卷福音书的里面 记载相同的部分 都把它对比在一起 可以共同的互相的来比较 互相的来参考 更丰富的了解那一件事情 当然这其中你也会发现 有一些围的部分好像有出入 好像有不一样 不过我想现在的试经 很清楚的把这一部分的不一样 都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解释 让我们可以去明白 那么在对观福音里面 你对于耶稣所做的事情很清楚 很清楚 马太马可路加都非常强调 耶稣在加利利那个时代的作为 最后一周进入到耶路撒尔 但是约翰福音的记载 比较不一样 约翰福音的记载 就比较跟这三卷福音书不一样了 三卷福音书提过的这些事情 约翰福音书就不太提了 那么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书的日期 显然比三卷福音书都晚 我们要了解啊 新约书卷的前四卷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放在最前面 可是如果以书信写作的 这个书卷写作的时间的先后来看的话 显然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都不是排在前面的 今天圣经学者来讲 新约时代第一卷成书的很可能是雅各书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加拉太书显然成书是在 四卷福音书之前 这四卷福音书很可能都是主后六十年七十年以后的成书 约翰福音呢 就更晚了 一般现在认为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 约翰福音跟启示录 都是将近主后九十年的时间 换句话说 那时候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成书了 教会之间都在诵读了 那么约翰为什么还要再写一卷呢 显然写这卷的目的跟前面的 那三卷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从约翰一书里面 可以看得见 当时在教会界里面 已经开始有一些混乱的现象 换句话说异端已经出来了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 那敌敌读者的灵已经出来了 很多有些人不相信耶稣是 道成肉身来的那一位 换句话说 在约翰所写的那个时代里面 教会面对冲击了 有些人从教会分裂出去了 这些人出去之后 就带来了一些错误的思想 约翰特别要去强调 耶稣就是神来做人那一位 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 太初有道 道与神通在 道就是神 然后他说什么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就是强调 耶稣的那个神性的那一个部分 这是约翰福音很清楚的一个记载 那么强调约翰 强调耶稣是神性的部分 他怎么可以强调法呢 我们在解释约翰福音的详细的说 不过我们可以看见 显然的 显然的在约翰福音用了七个神迹 这个七个神迹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来介绍耶稣的神性 比如说以水变酒 一个水的本质H2O 跟酒不会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耶稣是神 他就可以在直的上面做出改变 你比如说他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五饼二鱼怎么可以喂饱五千人呢 五饼二鱼一个人吃就差不多了 两个人吃三个人差不多了嘛 怎么五千人呢 量上面的一个改变 控制也是在神的手上 你可以知道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 记载这个神迹 人走在海上按照自然定律 你就会沉下去了 你怎么可以在海上行走呢 强调耶稣是一个超过自然律的那一位 甚至于更明显的拉扎路 死了三天了 都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 耶稣还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 看见他是生命的 可以在他手中被改变 透过七个不同的角度 让我们去明白 哦原来耶稣 祂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 如果人你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呢 祂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 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见 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 耶稣自己宣告祂的我是什么 这里面又有七个我是 也就是说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然后怎么样 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用不同的角度 描解祂的我是 我是什么 这个我是这两个字啊 其实很重要的啊 在旧约圣经里面 当初埃及经里面记载 摩西要回去 带了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就问神说 他们如果问我说你是谁 神就说我的名字就叫我是 I am who I am 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 多次的强调主耶稣 自己宣告 他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神 我是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当有人问主耶稣说 你是谁的时候 耶稣说怎么样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 这句话怎么话 你怎么会是呢 人看说你这年岁 耶稣虽然三十岁 可是因为爱人操劳 看起来像五十多岁一样 那怎么会你会 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 这种宣告都是凸显耶稣的一个身份 当彼得说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没有否认的 耶稣说什么 说西门八约哪里是有福的 因为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多次的就宣告了 他自己的一个身份 所以有人说 诗卷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从来没说他是弥赛亚 从来没说他是神的儿子 圣经好好去读 认真的去读 你就听到耶稣自己的宣告了 耶稣有说 有说 耶稣并没有否认 耶稣只是不要人去错误的宣扬他 在福内福音里面 不要错误的去宣扬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就做了很清楚的宣告了 而这些宣告不是约翰自己写的 耶稣透过他来表达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在约翰福音里面 跟福内福音里面 他有些地方的记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大致有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 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比较强调的 是耶稣私底下跟门徒的讲认 这里面有好几篇 十四篇到十六篇 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 耶稣说我要求父 我就要求父 另外赐下你们一位保慧师 乃是真理的圣灵 这在别的书卷里面 你没有看见的 耶稣为我们祷告 赐下来了 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大祭司的祷告 我们在别的书卷里面 没有看见 耶稣很多私底下 跟门徒讲话的 约翰把它记下来 这些讲话的背后 都凸显了耶稣神性的 那个部分 这跟耶稣在福内福音 或对观福音里面 公开的这些讲认 对世人讲认 不一样这比较私下的 而且在这边 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在福内福音里面 大部分介绍耶稣在 加利利的工作 可是在约翰福音 介绍耶稣很多在 耶路撒冷的工作 在对观福音里面 讲很多的是 耶稣行动 在各地做事的一些作为 在约翰福音里面 大部分强调的 是有关于教义性的 到底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 一些精髓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大 所以我们看见 这些书信上有不一样 陈书的时间不同 面对的对象不一样 约翰福音的对象 很明显的看见 那时候是对一个 外邦的教会 那里面有一些人 对于耶稣基督 是不是神的 这一位事情 有些怀疑 不管对外邦的教会 也对当时的世人 做出了介绍 所以你看见 不是说同样的一件事情 用四个人 反复的记载 他记载的对象 都不一样 马太福音 对犹太背景的基督徒 马可福音 对外邦背景的基督徒 路加福音 对世人 对外邦人 约翰福音 对当时的教会 也对当时的 世界上的人 需要认识 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他不同的角度去记载 丰富了我们 对于耶稣基督 在世上的一个作为 而这些肃情 都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主耶稣说来怎么样 约翰福音讲 光来到世界上 光照到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世卷福音出 都表达了一个态度 光的确来到了 我们接不接受光 我们到底是接受光 还是抵挡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我们的性 到底是什么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透过诗卷福音出 你要很清楚的看见 什么叫做信耶稣 约翰福音里面讲说 信祂的就是接待祂的 祂就赐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 你要把祂接待 什么叫接待 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 放在那边 好像宗教人士 把一个偶像放在标里面 接待到心里面 做生命的主了 这是真正的信 信心一定带出行为 这个信心 不是只是一个口是心非的那种信 不是 是带出行为的 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活出了那个榜样 所以我们从诗卷福音书 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耶稣 耶稣的确是我们 生活动作存留的最佳榜样 祂来做人 祂去了人的样子 但是祂没有犯罪 伊甸园里面 如果亚当夏娃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他们可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 当然很可惜 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 那当然这个错误的选择也是神允许的 为什么 人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些讨练 才知道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以后用正确的顺服神的态度 进到新天新地 所以过去讲我跟大家报告过 伊甸园从来都不是神为人预备的终极所在 新天新地才是 那么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之间 这段时间做什么呢 人不断的在各样的处境中 操练自己去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而最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的方法 选择顺服神 而耶稣基督活出这样的榜样来 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讲 耶稣自己讲说 我所做的是我父分部我做的 祂是三位一体真正的一位 祂仍然这样在心 做出了这样的表样 然后在世上活出那样子的一个见证 耶稣也在世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 一个人在活在世上的时候 一个人的人生的使命 跟方向很重要的 你知道你的使命在哪里 你所做的事情也就很清楚 耶稣不会因为祂行了一些神迹 就沾沾自喜 就自己很了不起的 没有 祂知道神迹是让你知道我是谁 然后听我所要讲给你要听的正确的话 你看看耶稣始终是柔和谦卑的 不像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到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人做一点奇特的事情 就怕别人不知道 先跳楼打鼓 不是 耶稣知道祂的目标方向在哪里 所以当祂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那些周围的人 嘲笑祂说 你若是弥赛亚 你若是神你就下来 祂不会被这些 肤浅的 挑战性的 没有程度的这些语言 所重伤 然后祂就下来 不会的 祂知道祂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无知 但是祂仍然是真神 其实这些都摆在我们面前 今天有多少时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常常很会听别人的嘴巴一句话 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找我们自己的价值 是在别人的眼中在别人的嘴里面 其实是错误的 基督徒有一个生命啊 我们是神用仲价买回来的 我们何等尊贵 不需要把你的价值 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肯定上面吗 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有一张嘴 他愿意讲什么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混淆的 今天你跟我有利害关系 我就捧你 我就支持你 我就不断的在各种场合里面 我就赞美你 可是我们利害一有冲突 马上就对立 圣经给我们看不是这样子的 你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别人 别人有会说的嘴 你要有会听的耳 同时你要有一个心被保守在神的真理里面 那么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很清楚 如同主耶稣 他是神来做的那一位 他是极其尊贵的那一位 你看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 他一样的被人攻击啊 法利山人一样抵挡他 那些文士那些律法师那些西律党的人 一样抵挡他 他的门徒里面犹大一样卖他 但是他都不受这些影响 他知道最清楚的方向是什么 他为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标准的 生活动作存留的榜样 留给我们了 然后呢 然后他自己去活出来 往前行 今天我们在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应该从这些角度里面去明白 那么因为是概论 所以我就不会很详细的去谈每一卷书里面 当我们介绍到每一卷书的时候 我们再仔细的向各位 逐章逐竭节的来介绍 那么因此我想 我们晨新之光在二零一八年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四卷福音书里面 开始有一个进程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先从马可福音进入 我们查考完马可福音之后 我们大概就接着先查约翰福音 让这两个对比性的能够先查清楚 以后在神的带领之下 我们再来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他所成就的救恩救赎 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我们有必要准确认真的去认识他 我们盼望与你们一同在神的话语上面竞争 我也尽可能的把我们在读四卷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碰到了一些难题 我们透过历代的神学家们 历代的解经家们 他们仔细的对这些经文的解释 我们提供出来与各位一同分享 挪去我们这些读经上面的拦阻 然后我们准确的明白 认真的遵行 一同在这个世代蒙受神的福分 这是我们要录制这个节目的目的 求神大大的赐福 每一个可慕他话语的人 也让我们在明白之后 活出来 在这个世代做光颜的见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